他們的交流之間 中國一直講 我们不会阻止中国 美国一直跟中国人讲 美国不会阻止中国人 兴起 但是呢 他们讲心理 也觉得不要讲这样 心理又担心 所以在这里就把心理话讲出来了 美金对未来 对台湾未来可能要进行 即是将力不从心 第一个一方面 中东他们花太多钱 人家专家替他们算过 美国在中东 这十几年的战争 花了五兆美元 所以打仗是一个花钱的事 就像今天我搭计诊车 过来那个司机告诉我说 你们为什么不组一个游击队 把他们赶走就好了 我说你的武器来源要游吗 或许可以考虑一下 他们只能想到这样 我说为什么不走法里就好了呢 为什么一定要流血呢 因为他们看到伊斯兰国 原来可以用这种方式 可以成立一个国家 所以美国就怎么样 联合日本 南韩 澳洲 几个国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再来 我们接下来就看美国的航空母舰 福特级的 美国海军最新次世代的超级航空母舰 第三代核动力的航空母舰 明年 今年2014 明年2015开始服役 规划2058年建造10艘同级舰 就是这一艘 福特号 地表最强的航空母舰 它的特色就是它的整个弹射 比现在的尼米之几的都好太多了 而且它建桥就剩下这么一小小一块 而且比较后面 他们未来的设计都是减少编制50% 本来5000人的变成2500个 电磁弹射器取代蒸汽的弹射器 这个就是中国的航空母舰 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世界吧 航空母舰 这个技术只有美国有而已 所以光是这个技术就 就因很大了 就因很大 短跑道的弹射全部 因为像美国海军 它要的是C型的F-35 就是他们要缩短跑道 缩短加快速度 就需要这样的一个 那它有一个重点就是 这个它是核动力 核子动力那个带动的 你知道美国的航空母舰 一出港就不会回来了 它不像辽宁号一出港 不行了要进港加油 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 一出去二十年三十年 它设计福特号设计师 一出去五十年不要回来 出去就不要回来 一直到它退役结束 因为那个核子防疫炉 在转的时候 就一直转转转转 不能停 你再启动 我看要花好几百亿 所以他们的美国的航空母舰 你不会回家 它就在海上这样跑来跑去 跑全球的 所以福特号设计五十年 在海上跑五十年 南海各国都国防都提升起来了 唯独台湾的中华民国在裁军 一季2015年会减少12万人 剩下10万人 减少到剩下12万人 解除国防军转型为自卫队的性质 这个就是Amy桑告的 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为什么有国防部 为什么有国防军 所以美国就马上要求中华民国 你们赶快给我踩 募兵就是骗我们的 什么募兵根本就不是 所以马英九有压力 美国给马英九压力 所以国防部在今年的1月 宣布最新兵力规划调整 明年实施就是永固案 兵力将规划 从21万人变成17万到19万之间 结果马先生听到了 觉得17万太多了 就告诉他们军方说 能不能踩到13万人 好 他们在推动募兵制 没有达到目标 马英九就说 现在军人占总人口数的0.9% 这比例太高了 若未来能够维持在0.6到0.7 就足以维护台湾安全 各位 0.6到0.12万人 我们的敌人事实 如果是我们的假想题 还是中国 怎么可能 那马英九讲这个话 不是就是说谎了吗 对不对 怎么可能 他说台湾未来只要有13万军人 就可以维持台湾的安全 这难道里面不是有弦外之音吗 你们看不出来 这句话有什么那个吗 就是马英九 从马英九那边讲出来的话 解读下来的 这是自由式暴动下来的 最主要就是 你13万人对台湾来讲 是自卫队的性质 如果你超过 如果你还是16万 16万17万 那还是国防军 你的国防部还是在 所以洪仲丘的案子 刚刚好逮到机会 台湾一年13百个人很正常 为什么11个下市 马上就要搞那么大 目的就是要正有消 什么解除国防部的正当性 现在那么踩到 已经不知道 上次要踩路战队 路战队来抗议 踩宪兵 宪兵来抗议 踩什么 我现在踩到哪里去了 他们接下来要踩 保护总统博爱特区的这些 这些宪兵 这些军人 那些人也要踩 没得踩的就只好踩总统府的人 人家就在讲说 总统府不用人雇了吗 总统的安全不用考虑了吗 因为台湾不 中华民国是不能有国防军 所以人只能在13万 那一方面美国也进入那个的时候 台湾做台湾驻军的时候 未来要抵御中国如果要抢贪 要夺岛 最后还是由美国来去做什么防疫的动作 利益冲突将引发战争 海权实力被视为跟经济利益是同一件事情 海权能力代表该国的经济实力 也就是说海军可以到的地方 就可以得到那里的利益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 一直在不断的增加他们的海军的实力 潜水艇要一直在增加 航空母舰要增加 我们的飞机可以飞到那里 我们可以给你们炸射 原因在这里 因为那边利益太大了 那边的利益太大了 那原本这些事情跟中国没关系 他用这样闹闹闹爱哭的小孩有糖吃 都闹了几次 都吵了几次 美国那边也受不了 好了好了分离一点 最后还是外交谈判 最后用谈判的方式 我们先讨论一下间隔诸岛主权的争议 国际间到目前为止 有关间隔诸岛掉一台 只有两个条约 第一个就是马关条约 第二个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 马关条约就是日本称的下关条约 好 我们为什么要拿这个马关条约 中文的原文一本 请大家注意一下 1895年4月17号 谁跟谁在签约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跟大日本大皇帝陛下签的约 你们还认为这个是日本窃取的吗 白纸黑字竟然也可以被他们说成是窃取的 心甘情愿 心甘情愿 为了要重修和平和共享幸福 好 所以呢 这个头衔操场的 这个操场的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特检大清帝国青菜头等全权大臣 太子太夫文化殿大学是北洋同商大臣 资历董书一等数一伯爵李鸿章 OK 够长了 日本跟他的儿子李金方 大臣全权大臣二评顶带 日本呢派的是他们的内阁总理大臣 二卫勋一等伯爵一等博文跟二卫勋一等子爵陆澳中光 好 OK 这个上网查就查得到了 我们注意看第二款 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 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区及工厂一切工具件 永远让与日本 这就是马关条约很重要 好 再来我们再看到这里 这个地方你们可以看 因为这个地方我在地图里面就看得很清楚 第二款 第二B 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 各位 什么叫做台湾全岛 什么叫做附属各岛 澎湖列岛有了 这里有那个极度极度 你自己看 到时候我们有空 我们玩游戏可以几度几度把它弄出来 把它画出来 附属各岛屿 台湾的附属各岛屿有哪些 澎湖不算喔 澎湖已经有了 还有哪些 龟山岛 山仙台 绿岛 蓝鱼 小琉球 什么叫附属群岛 跟台湾有关系 地缘关系的岛叫附属群岛 对不对 我们来看地图 好 我刚刚这个有没有 这边 这边什么下开以下就在讲这个 这个是辽东湾 这是朝鲜 下来 你们注意看 这个是一个板块 有没有 这边一个板块 这里有一个板块 有没有 这里还有一个板块 对不对 离 我刚刚讲过 钓鱼台跟宇纳国岛的距离 还比我们远 宇纳国岛在这边 离台湾100公里 为什么台湾就不能被变成是台湾群岛 反而比较远的钓鱼台才是台湾的附属群岛 就是因为我们的地缘 我们的板块的关系 所以画它是照理讲 它应该是画沿着中国的领海 以东的都是 应该都是 都是都割给 那时候马关条一割给大日本帝国的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很过分 我们还没有画上去 我们就画到这里而已 所以钓鱼台本来就是台湾的管辖的区域 属于宜兰 最早是台北州 后来是宜兰州 对不对 那宇纳国岛虽然离我们最近 但是我们就不能主张 那是属于台湾的管辖的 所以这个反而是属于什么 因为这个是一个岛链 有没有 琉球群岛的一个岛链 OK 那么清楚 那么清楚了 那么清楚了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还可以 还可以争 有没有 有没有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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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清楚了 这是钓鱼群岛 有没有 宜纳国岛在这里 我们离 地震 我是好 有没有 里钓鱼台有190公里 尹纳国岛离我们很近 有没有 这个就是他们的 石岩岛 石岩岛现在日本在重兵部署 因为那次被中国侵入 有没有 插进去 所以他们现在在这边部署雷达 然后部署一些 那个反舰的那种那个军力 然后就安倍也是很不爽 竟然给我侵入 然后没有关系就开始部署 好 我们来看旧金山和平条约 我们来看旧金山和平条约 我刚刚讲过第二章的领土部分 其实有ABCD F5个 有5个地方 请问是谁放弃给谁 然后谁跟谁牵就接上和平条约 和平条约的目的就是要终止战争 这终结束战争状态 才定定牵取牌的目的在这里 不要再打了 我们不要无力相向了 才会有和平条约 那和平条约牵好之后 你可以不遵守条约吗 你就是伪约者嘛 你就毁约了 毁约了你就要付出代价 好 那很多台独的分子就说 台湾可以自己搞独立 搞住民自觉 搞独立 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用民主的方式 公投 这些学者想了很多方法 那你用公投 请问一下你把美国人当做什么 因为他是占领全国 那有人说台湾可以独立 变成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你要用什么方式来独立 你在怎么 你台湾要独立 你最终你还是要跟日本讲 为什么 你要寻什么 寻韩国的模式 直接定定一个条约说 我们日本承认台湾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就像这个一样 第二条的A 有没有 日本承认朝鲜独立 那台湾不是啊 台湾是日本放弃 对台湾澎湖之所有权利 跟民旗请求全 他是放弃而已 那这个是有 这些外交官的这些策略在里面 为什么 从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赞败承认失败 一直到1952年就金山和平条约 日本的领土没有一块是被割让出去的 没有一块 那1952年以前的主权都还是日本天皇的 那时候他都还是日本天皇的 了解吗 还是日本天皇的 也就是说 美国如果想要占领台湾的话 占领琉球的话 琉球群岛的话 占领什么地方 一定要经过谁的同意 日本日方的同意 这个才叫合法 你这个才可以进入到人家的土地去做什么 占领或去殖民也好 或者是做什么也好 那这边很明确是日本放弃 不是中国放弃 也不是韩国放弃 也不是谁放弃 那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 台湾是日本的主权 这边很明确 都是日本 日本 接下来有ABCDF 像北方四岛南太华岛那边 都被苏联占领了 那个该还给人家 就还给人家 就开罗宣言的精神就是 只要是日本占领的领土 别人的土地 全部在1952年的时候 全部要还给人家 有兵的就全部 有日本在那边占领的 就请日本兵撤走 都依据旧军商和平条约来解决了 这些条约什么都解决 就唯独台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所以1950年 麦克阿瑟也直接承认 在美国的国会承认说 台湾目前的定位未定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这个是西有没有 千岛日本放弃千岛千岛这个 这个放弃对千岛群岛的这个 权利 这个是殖民地 殖民地 好这个是 这边都是那个 ABCDEF都有 一直到西 那为什么台湾的土地位特殊 是因为台湾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写 你放弃了 你应该是说我放弃给谁 譬如说 美国跟西班牙战争 美国打赢了西班牙 他们就把关岛 菲律宾 古巴跟波多黎各 就变成美国属地了 美国就拥有了这些土地 但是这些土地 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就割给美国 就直接在 合约里面 巴黎合约里面 就明文写说 那个 关岛割给美国 那个 波多黎各 割给美国 菲律宾割给美国 很明确 没有争议 那唯独古巴 放弃了 没有割给谁 他就悬在那里 那古巴最后被美国帮忙 把他 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我常常在想 美国是 让很多小岛国成为国家的 最大的帮忙者 人家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走这条路是正确的 你 美国是非常有经验 美国的土地 全部都是割出来的 都是割让出来的 打仗打完了之后 开始割 有的是买 像阿拉斯加是买回来的 买买买买 不是买就是割 美国是这样形成的 大美国是这样形成的 那台湾如果真的走一天 要走到台湾 走到台湾 真正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 国家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按程序来办事情 美国会帮我们 因为美国对台湾的领土 没有什么兴趣 其实美国已经宪法明定 不可能再成立一周 每个人说台湾要成为51周 门都没有 要排队前面还有一个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公投 变成为美国的一周 美国说不要 我们宪法已经明定了 你们自己成立国家好不好 他们不要 他说我们干嘛要成为一个国家 因为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国防跟外交都要自己搞 也就是说我们要买武器 我们要怎么样 国防干脆就美国人帮我们干 也不错啊 对不对 这就是波多黎各 那台湾当初曾经1945年 曾经麦克阿瑟的幕僚就说 台湾我们来亲自占领如何 后来麦克阿瑟决定去占领 那个 不是那个 琉球群岛 原因是什么 麦克阿瑟里面有一个幕僚 就跟麦克阿瑟讲说 你还需要有第二个波多黎各吗 原来他们想想对 多了一个波多黎各 我们就已经受不了了 养了一个 我还要再养一个台湾岛 不不不不不 那个交给中国军事政府来处理就好 这个事情就演变到这个 这个情形 他说为什么要给中国军事政府 因为台湾人跟中国人很像 很接近这样 台那边有中国人 你们应该会比较好 那时候的台湾人 就跟美国讲 我们不要中国人 我们的 他们他就开始排顺序 台湾人就说 我们第一个要 宁愿也被日本 宁愿继续给日本 给我们统治 可是他的第一顺位 第二顺位是说 要不然日本不要 你们就美国来 亲自给我们占领 美国说我们也不要 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要中国人 美国说没有 你没有办法选择 你只能选三 就只好选三 战败国嘛 没得选 然后就发生了 1947年的二二八世界 那时候台湾的一些精英分子 你们知道那时候台湾 真的是 我们台湾人真的是很优秀 全世界留学的人 最多的就是台湾 在那个时候 有20万人跑去日本留学 这些留学 出国留学的人 回来说 不要我们台湾自己管自己 有人就提出台湾要自治 有人就提出台湾独立 结果这些人强就被 怎么样 蒋介石 不听话 杀杀杀杀 白色恐怖再加上二二八 将近死了三十万人 二十几万人 我们不输给 按照人口比例 不输给南京大屠杀 我常常在想 你们中国人在骂日本南京大屠杀 说人家很 你们中国人更狠 我们你们十五亿 杀你三十万很客气 我们才五百万人 你们杀了我们将近三十万 家家都中 几乎每一户都会中一个人 所以我就常常跟我的同学讲 如果他们在讲南京屠杀 我们就讲说 中国军事政府也在我们台湾屠杀 因为日本也是在那边军事占领 发生的事情 那你蒋介石在台湾执行这个 你干嘛要屠杀我们台湾人 又不是我们台湾人在发动 这个太平洋战争 是那个 结果 这个日本 下了这样的一个战争令 结果台湾人要去承受 这样的后果 一承受就七十年 将近七十年 这个天佑台湾 这个老天会 还给我们台湾人这个公道 好 好 这边 清楚规定 没有搜索的国家 这个叫做有案例 法院法律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有案例 有判例 这个判例就是古巴 古巴也是没有搜索国 最后 独立了 你们干脆就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很奇怪 跟美国 美国辅导的 福祉的一些国家 通常都会 最后会 会反目成仇 这个蛮怪的 美国人不知道是在想什么 好 第四条 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 腾股有处分与支配权 这个就是整个 有关领土 割让什么的 尤其是台湾的部分 这一条 旧气善合并 调为第四条的B款 这个支配钱让世界盟 那个当初跟台湾一起去 跟美国一起去打日本的那些盟邦 盟军 没话说 因为美国是 打日本唯一的国家 人家讲的是95%以上 那如果说以战争法的规定 交战国双方 战胜的国家可以打 可以占领战败的国家 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他要取得战争的赔偿 战胜国要求战败国 我要有战争的赔偿 好 才会要去占领 在他的土地上面得到一些利益 但是整个台湾 日本都是美国独立打的 为什么要 为什么是中国来接收台湾 就有点奇怪 除非台湾不是什么 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 或者是他是属于民地性质的话 可能那时候台湾已经就被割给中国了 但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发现台湾不是 他已经是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了 他们就设计这个 好了 不然就有案例 就有放弃的就好了 就解决了这个难题了 你美国23条 美国是主要的占领全国 主要占领全国就是说 权力是在你手上了 你有权力交给谁来处理 交给谁来管理 意思是在这里 明明切切 拜拜 白纸黑纸 好 第21条 第21条说 二 中国战后应得到的优惠与措施内容 台湾澎湖并没有在内 26条 日本可以单独以未被邀请 签署和平条约这国家签订 这是指谁 指中华民国 因为中华民国并没有被邀请去签署 旧金山和平条约 也就是说 这个条约跟他们是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不让他们参与 是因为那时候产生了两个中国 1949年10月1号 毛泽东在北京成立国家 那时候英国就已经承认中国的存在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经承认他了 反而其实也不太承认 那个蒋介石的中国了 蒋政权的中国 那时候很多国家就慢慢慢慢 纷纷就美国已经守不住了 美国说那些国家就一直 就跟那个中国来签订建交 那我日本就在去 日本跟中华民国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签订了台北合约 这个台北合约里面的 第十条就已经明确的讲说 台湾不能割给任何国家 不要说中国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割 为什么 因为它抵触了万国公法里面的 占领部的移转 或者是不可分割性 台湾对日本来讲是有不可分割性 所以这个条约他们对签 台北合约对签是在1952年 他们先签 52年他们先签 签了之后 原本是说开罗轩远的用意 是那个共识是说台湾要割给中国 那因为发生了韩战 又发生了1949年的中国的建国 让盟军产生了一些想法 因为他牵扯到一个承认的问题 对中国承认的问题 所以那个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台湾就不能割给中华民国 也不能割给他 那这是后来这个台北合约签好之后 叶公超那时候的外交部长 就回到我们的立法院 立法委员就问他 外交部长请问一下 台湾割给我们了没有 那个叶公超就说 好在台湾还是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 即便日本愿意割给中华民国 把台湾割给中华民国 我们也不能接受 我们也不能接受 因为这样 为什么 这样会违反什么 规定 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很明确说 美国才是主要的占领全国 你耽误美国是什么吗 所以他们的约即便日本愿意 蒋介石说以德报怨 愿意割给中华民国 日本也没有办法去主张 他的主张权已经放弃了 刚刚我们看到那边写 放弃他的主张的权利 他的什么任何的权利 权利刚好就在美国手上了 如果超越这个 你要把台湾割给中华民国 你的主权 这个是主权分割 怎么可能可以 再就超越旧金山和平条约了 好 OK 这个矛盾 这个 这个就是 破制党公告 跟那个开朗宣言 他们的盟军的共识就是 把日本说成像这样 就剩下这几个岛 四个岛 开朗宣言破制党公告 这新宪法 北海道本周四国九州 盟军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77号 定义日本的版图 就剩下这个岛 所以像这些的上面的 像北方四岛 这个上面南太华岛这边 独岛 朝鲜这边的独岛 全部大穴八块 好 这个是大日本帝国的领土 有没有 满洲国有没有 这里这里整个有没有 一直到这里 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澳洲的上面了 已经到了澳洲 整个 有没有 开朗宣言的用意就是 把这边还给中国 属于中国的还给中国 这个地方 从朝鲜独立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还回去了 都还回去了 也确实都已经还回去了 对不对 所以 中国还在那边讲说 你们没有遵照旧基上和平条约 没有遵照开朗宣言 中华民国的外交部说 美国怎么可以不遵照开朗宣言 旧基上和平条约 全部都是依据开朗宣言里面的共识 全部 最后只剩下这个 我就不懂为什么他们还有这种声音 好 那其实 就是 引起间隔诸岛最大的争议的原因 其实有两条 第一个就是 日本没有承认马关条约第二条 第二项规定 台湾复处群岛 是包括地理上扶而摩杀相连 与钓一台猎岛的事实 就是到目前为止 日本还不承认 他其实日本说 哇 日本钓一台是我们的 只要美国出面 这个要还给我们 还给台湾 日本从未公开承认 1945年4月1号 日本一人天皇造书 宪法施行与台湾 极其附属群岛 包含钓一台猎岛南沙西沙等群岛 纳入日本的国土 日本不承认 所以导致以中国有机会去搅乱 好 这台湾正是纳入日本神圣不可分析的 领土的一部分 是天皇造书 依据国际法的程序把它完成了 黄明化不是说你不懂语言 你就可以纳入我的国家 你要纳入必须要政府来同意接受 我们1937年黄明化之后 我们的语言相通了之后 1945年4月1号成立了 好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造书 其实它的效率 美国那个麦克阿瑟修改了日本的宪法 所以现在的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领土 刚刚那个领土 这个领土有没有 日本日本只剩下这个土 这个日本新宪法的十四范围只有这些而已 这个日本新宪法是谁把它签订的 就是有这一张造书 天皇的造书 也就是说 日本现在用的宪法是日本天皇亲自写的造书 把它承认的 那为什么他就不承认这个造书 这个白纸黑字明明就在证据在这里 他们不是不愿意承认 而是时候还没到 就看我们这几年的努力 快到了 再撑一下 时间不敢讲 我们也不是不敢讲 来说我们不知道是多什么时候 只知道说快了 那个我的同学一直上line给我讲 哎呀 我们受不了了啦 受不了了 我说不要受不了了 人家九年 你才几年 御书长他们 御书长他们搞这个九年了 我那一两年的就闭嘴 很多年的还在前面 这是南海的争议 我一直认为东沙已经被中国拿走了 原来我们海巡署还在这边顾 这个东沙群岛 东沙群岛那时候已经是属于澎湖厅的 跟大家报告 蒋介石讲的十一段线 那时候蒋介石的台湾 他的那个领海很大 十一段线是从海南岛这个地方 开始画画沿着越南的这个 一直画画画到这边 画到真母暗沙 到这里一直沿着菲律宾沿着马来西亚 沿着像上去 这个叫十二段线 然后中国人跟美国人就在吵 美国说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那中国就说 你叫中华民国出来 跟我们谈 哎呦 什么时候中华民国还有谈判的时间 机会 中国讲的十一段 九段线 扣掉这里 这边两段线 九段线是这样 他说我们是中华民国的继承 继承的那个政府 所以呢 蒋介石的十一段线 我现在改成九段线 就从这里开始画画画画画画上来这样 所以这边那个什么那个 那个什么那个9817平台 就在这个附近 越南就跳脚了 去你的九段线 我们不承认 这样 美国也不承认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ok ok 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就好了 这个 台北周 1937年 东沙编入台湾等舞厅 1939年 新南青岛就是 南沙跟西沙 南沙跟西沙 这个就是日本天皇的领土 台湾西沙青岛 新南青岛主岛北方四岛 这个是被占领的状态 限缩的就是这这个 就是新宪法的四个 托管的有两个 独立的就这两个 好 菲律宾 1946年 他不是什么主权自觉 著名自觉 不是 他是美国人帮他们成立 美国人 我们帮你们宣布你们 变成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而且还帮他们选举 美国人 菲律宾 真的是 那时候越南还是被 被法国殖民 后来一直到胡志明把他们赶走之后 把法国人赶走之后 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国家 那时候南海当然就是 谁的船 可以到哪里就谁管 1945年92 中国人无法以无力 那个夺取台湾了 我讲这个一下子就好了 为什么 没有抱怨无力解决台湾 因为中国本身就有 十一大的什么安全问题 只要他的领导领导者 处理不好 他们就会被大卸八块 因为台湾问题是 他们所有安全问题里面 最小的问题 台湾会变成他们的什么 标准范例 你们跟我们中国好和好 你看台湾也是过得很富裕 中华民国也是回到平潭岛的时候 他们也是过得很富裕 经济也不错 新疆的这些人 你们不要闹了 西藏的你们不要再搞独立了 所以他有很多 中国大陆有太多太多的安全问题 如果他用他资深的武力 去打台湾的话 后面他的后院后院就会着火 后院就会着火 那个后院着火 比台湾问题还严重 还麻烦 这个是普瑞泽 之前我们AIT的主席 他的分析是这样的 所以中国现在 现在为什么他要告诉全世界 说我们很强 我们很强 他就是不想打仗 以不打仗来尽量把他的武力 用得很强大 我们多强大多强大 其实他不想打 就是呛瞎的 就是行事的 行事的 也不算恐吓 他只是告诉你说 我很强 你不要来惹我 这样而已 好 好 就是这个 从这边 还没到我要讲的 那么多 好 台湾地位的真相 好 历史 好 这张照片 红毛桥 在三仙台 红毛桥 不知道有没有看 为什么要叫红毛桥 红毛桥是日本人取的 在这个地方 荷兰人有来这个地方 驻扎 结果被阿美族人杀掉了 被出草 因为原住民 台湾的原住民 可能大家比较听得懂 我们讲 这边讲高杀族 借宿文明应该不到100年 以前都在猎人头 超过我的传统领域 我就 杀你 像1874年 那个 那一样 那个荷兰人本来就想要来东部 开墾 结果 看这个情形不对就 就不来了 就不来了 然后到了明朝 明朝也没有来嘛 清朝也从来没来过 1874年 这个牡丹事件 中国大清帝国才发现 警觉不对 开什么玩笑 他们就 那个 沈宝针 就跟朝廷讲说 我们要开山俯帆 开山俯帆 因为这个牡丹事件 应该你们知道了 被屠杀嘛 那个琉球的人被屠杀 琉球王国的人被屠杀 被出草 有没有 台湾原住民 出草杀害 弃了66个人 死了52个人 被杀了52个人 因为侵入到人家的传统领域 所以以前 那个原住民跟原住民是这样 我们都有 认识原住民很简单 大家都是以山为 就是各立山头 以河为界 然后如果山对山之境坛 一定会有溪流为界 那最北边就太亚族嘛 太平山那里 下来一点就赛德克 比较西部的 下来就太鲁阁那边 再来就是玉山就是布隆祖 再来那个少祖 那个在那个什么什么坛那边 到了就是玉山 布隆祖 阿里山 周祖 北南山 北南祖 再下来 那个大午山 台湾祖跟陆凯祖 你看 不会说有的人跑到那边 不会 大家都 都有分寸了 那阿美祖在哪里 海岸山脉 海岸山脉 我们阿美祖不会在山上 只是在海岸山脉 我们有山东跟山西 那大午祖在里岛 所以很清楚 那我们阿美祖那时候 那个什么 那个重谷县 就是我们那个 现在的那个热气球那个 池上啊 那里 观山 我们分 从花莲 木瓜西 跟太鲁阁做界线 秀古南西 跟布隆祖做界线 北南西 是跟北南祖做界线 很清楚 你来就 人头落地 就是这样啊 所以那时候还是很野蛮 非常的血腥 那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所以守住了自己的 祖先留下来的土地 那一直到 那一样啊 那时候牡丹事件 这个事情 那么大的原因 也是在这里啊 日本就说 就利用这件事件 来去修理中国啊 那个大清帝国嘛 后来那个大日本帝国说 你们杀了我们的人 难道你们不负责吗 然后那个朝廷就下令说 你在台湾的那个 那个 殖民的这些 那个行政长官就说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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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区域 这个就是刚刚我画的那个 哪里 这个这个这个 他就说 我们管的只有这个 台湾的这样而已 这个县以东的 画外之地 不是我们管的 不是我们管的 你们自己去找他们 日本就真的派了3600名 那个金人 这边有他有那个 到哪里 这这这这有没有 有没有 西乡重道 对排湾族的酋长 日本帝国对排湾族 然后日本带了3600人 排湾族不知道 死亡30个人 对战的时候死亡20个人 那是这样 对战的结果是这样 那事实上 西乡重道带 我是据说啦 听说的 他说带了几千个人来 回去的时候 剩下500个啦 那么在想说 哇你们也太厉害了吧 杀了那么多日本人 不是不是 他们是被虫咬死的 被那个什么 蚊子啊 那个水土不服啦 水土不服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啦 OK 这件事情 就发生了什么时候 那个那时候 神保证就要怎么样 神保证那时候 就 然后 他们要开山腐藩 就要进入到哪里 他们要从那个 修固卵溪的处合口进去 结果被阿美组挡下来 就发生了什么 1877年的 反抗清廷的战争 其因是 神保证开山腐藩的政策 总兵无关量进入东部 这个叫大康 我们讲的大港口事件 我们都是他们的子孙啦 我们啦 是那些的 那些 因为有四十几个氏族 参与这个战役 听说 听老人家讲说 那时候的船屋 我不晓得有没有 船屋的那个民宿 在那个晋谱那里 雪流成了 那整个海全部都是雪 红色的 染成红色的海 他们统计是说 死了清兵一万多个 船进来就死在海上 最后无关量用什么 怀楼政策 这个就是搞鸿门宴 搞乍翔 他就跟酋长讲说 酋长先生 我们的皇帝说 经过你们的河流 我们会付费 过路费 而且我们每年都会给你们什么酒 你们有节庆的时候 都会给你们什么 酒长说 再杀人也不是办法 干脆就 好了 去接受他们的那个 和平政策 结果没想到 后来那个无关量就说 要不然就到我们这边 我们已经摆设好了宴席 酒啊什么 我们都给你弄得好好的 你们就来 你们把你们所有的那个壮士清理 全部邀请过来 结果喝喝了三四个小时都醉了 他们埋伏的就开始设计屠杀 这样 那现在那个事情是在 现在的晋浦国小的操场 那边有设一个纪念碑 被屠杀的位置就在那里 这个就是大康乌事件 就反康乌事件 怎么那么快就结束了 讲到重点的时候 后来我们日本来 日本来到台湾 1895年的时候 日本来了 原住民还是不愿意 让外来侵入统治 所以就发生了 1908年的吉安乡的七角川事件 1911年也是我们那边 我们的故乡 城搞澳事件 最后才是1930年的 南投的物色事件 大日本帝国才完成了 台湾的统一 才1937年方面 或是统一治理台湾 台湾治理者 所以我想没有 我说100年不到 差不多吧 你看1911年 1909 还在跟他们打打杀杀 1930年 现在2014 还没到嘛 他们比较慢 赛德克巴莱 他们比较慢接受文明 OK 好 谢谢